南亚 泰国 缅甸 小城国家 他们用巴黎文 巴黎文的藏经就是小城藏经 我们的阿罕跟它两个对比一下 它只多我们五十几部 你就晓得这个小城经翻译的是多么的完整 将近三千部 它只多五十几部 可是这两宗到唐朝中叶就没人修了 现在这两宗都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那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世尊的教诲呢 给主说并没有违背 而是中国人在从前 无论在家出家学佛 都念孔子书 都念老子书 所以有儒跟道的基础 那这样子儒大臣没有问题 如道代替小城 那么现在我们学佛麻烦来了 小城没有了 如也没有学 道也没有学 这一下就像大臣 所以你学佛麻烦了 这就是我们修学没根 那怎么行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提倡弟子规 弟子规是什么 诸位现在也对相当熟悉 诸位现在也对相当熟悉 字不多 一千零八十个字 总共三百六十句 一句三个字 内容封为七个段落 小提锦信 爱重亲人学问 这分为七个段落 这对什么呢 是中国自古以来家教的基大臣 我过去在台中 李老师教我们读五中一规 他老人家没讲 教我们今学班所有的学生 要用这部书做修身的本 让我们自己来读 这五中一规 前面第一种 同盟养真 就是家教 中国家教的很多好东西 太多太多了 那么程鸿谋先生 学了十几种 而弟子规是中国自古以来 家庭教育的极大臣 这一本念完之后 所有人家家教都出不了这个范围 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特地选这一部书 选这一部书代替小臣 要在这里砸根 如果不在这上砸根 我们无论学如 学福都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 你用一辈子攻略都不能成就 这就非常可惜 一定要从根本做起 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 我们在卢江建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我们培养 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条件是什么呢 很多人问 就是弟子规 一定百分之百做到 然后自己真正发心 发菩提心 讲起来也很麻烦 我们简单的说 真正发心 牺牲奉献 能够学籍委员 我们不要名 不要利 不要这个物与生活上的享受 全心全力 我们把古圣先贤的教会 从自己身心上做出来 个人看 才能受到效果 不可以要求别人的 只能要求自己 要求别人是决定从 古圣先贤 就是诸佛菩萨 都是要求自己 从来没有是要求别人的 这是说 这个教化宣扬 神仙教育的人才 一定要具备 这个基本的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